大家好,我是贾张科 感谢大家收听电影《我只略知一二》 在上一讲,我们一起来了解了一下 纪录片的基本的情况以及基本的概念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讲 我们将以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斯的代表作《与为例》 来进行具体的案例的分析 伊文斯导演的《与》是一部短片 但是它集纪录电影和实验电影为一体 在纪录片和实验电影的领域中都非常的重要 第十一讲,伊文斯的一场春雨 尤里斯·伊文斯是一位出生于1898年的荷兰纪录片导演 也是一位世界电影史上的传奇人物 他从13岁开始就拍电影,一直拍到90岁 他的最后一部影片是在中国拍摄的疯的故事 在1989年初,巴黎做了首映 那年他已经90岁 1989年他与世长辞 伊文斯被称为先锋电影诗人 他的很多作品的拍摄对象都被认为几乎无法拍摄 他曾经访问过苏联 拍摄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纪录片《英雄之歌》 他与中国也很有缘分 1938年他经香港来到武汉 拍摄下了抗战时期的中国 取名为四万万人民 1972年,伊文斯导演又应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国 拍摄了《鱼工宜山》 影片1976年在巴黎公印,持续了半年 有媒体就评价伊文斯帮助我们 同中国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伊文斯拍摄于1929年 只有十来分钟的短片《雨》 是纪录电影不朽的杰作 影片很细腻地描述了阿姆斯特丹一场春雨的过程 《雨》同时也可称作为实验电影 伊文斯在拍摄故事片《暗礁》的时候 受到了天气的干扰 因为荷兰由于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 总是潮湿多雨 这给《暗礁》的拍摄带来了很多不便 拍摄一部关于下雨的影片的想法 便在这个时候萌生了 十几分钟的雨 持续拍摄了四个月 是一部充满失忆的影片 这是一部黑白末片 影片开始时是阿姆斯特丹灿烂阳光下的楼群跟房屋 白云之下运河上船之穿梭 街道行人成容散淡 慢慢地清风吹起了 窗帘绳子上晾晒的衣服开始随风飘动 乌云滚滚而来 最初河面上落下几滴雨 一个行人伸出手感受雨滴 几滴雨落在运河上 在水面上溅起了水花 接着阵雨越下越大 人们在斗篷和雨鞋的遮蔽下急冲冲地往来 各种各样的排水管开始排出粗壮的水流 街上赶油轨电车的行人 头顶衣服遮雨的年轻人 形成一幅雨中几几 雨慢慢又停了 最后几滴雨落下 城市恢复了常态 这对于看惯了故事情节的观众来说 雨为我们呈现了电影形态最初的面貌 电影这门艺术并不是单单为人类讲述故事而发明的 虽然电影有讲故事的非凡能力 但电影也可以不讲故事 电影可以拍摄一种抽象的感受 模模糊糊的诗意 就是朦胧的诗意 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美感 叙事性电影成为电影世界的主流 是因为人类由着讲故事 表达生存记忆的强烈的内驱力 在末片时期 因为电影没有声音 人物没有办法开口说话 因此叙事信息受到很大的削弱跟限制 大家可能看过民国时期 乌永刚导演的神女 这是一部故事片 也是末片 导演主要付诸于人物动作 演员软离语 主要用准确的面部表情来传情答义 关键时刻呢 就得用字幕的方法 把人物要讲的话写在荧幕上 但字幕的方法毕竟是有限的 要不观众就变成在电影院里面读文字 读电影了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电影的声音发明以后 人物可以直接的开口说话了 电影的叙事性 文学性便畅通无阻 这进一步推动了好莱坞式的商业制片公司的发展 因为叙事性的电影更能获得观众 就像美国电影《飘》或者《混乱蓝桥》一样 叙事电影特别是通俗剧成为电影的主流 即使是纪录片 也是以叙事性的作品为主 非叙事性的作品就日渐稀少 最后大多被归纳到实验电影的范畴 失去了主流商业放映的机会 也是在商业的推动下 电影创作和观众口味 同时就变得保守 我们今天重新观看伊文斯的《雨》 会让我们意识到 电影形态应该是多元化的 并不只有叙事性的作品才是电影 《雨》选取的对象是天气变化 自然现象 既没有戏剧冲突 也没有中心人物 如果勉强要说叙事信息的话 他再讲一座城市 往来的行人如何被一场春雨打搅 影片大的结构以时间为线索 可以分为雨前下雨雨后 在这样的结构框架内 伊文斯重点观察了风云雨的变化 以及这个变化过程中路人的群像 一开始是分合日历的阿姆斯特丹港口的全景 波光灵灵的水面上不同方向穿梭的船只 这些往来的船只被伊文斯以不同的角度拍摄 船只在画面的不同方向进出 用这种运动的交错 形成抽象的线条美感 在这里特写镜头的运用又强调了物质的质感 我们在摄影课上老师总会强调一句话 说特写取其质 全景取其视 雨中的那些特写镜头 玻璃窗反射的光 建筑物上移动的光影 让摄影机前的景物有了一种物理的美感 这是由形状、质感、光线形成的 具有晒上风景画一般的存在感 皆是事物的存在的意义 特写镜头是对现实世界的放大 是影片导演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剪裁 是一种相当主观的视角 当人们在观看画面时 也在不知不觉地体验影片制作者的感受 雨中的特写镜头 也成为伊文斯电影中的词汇 就像一首诗歌是由不同词汇组织在一起 产生诗意一样 特写镜头也相当于文学中的词汇 由这些视觉的词汇 构成荧幕的诗意 特写镜头的大量使用 使伊文斯这部描写自然景物的影片 带上了主观色彩 从而让观众感受到导演的情感 接着呢在电影中风就来了 风向一个不速之客 与城市互动 让树枝摇曳 水面波动 群鸟金飞 街边的折扬伞被吹起一角 亮台上的衣物左右摇摆 河面上也被雨滴打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雨水将至的时刻 这些景物反驳是最敏感的 他们找于人得知了雨的信息 风带来了乌云 乌云后面藏着暴雨 这时候人们开始有感知了 一个穿分衣的行人停下步伐 从口袋里伸出手 感受从天而降的最早的一批雨滴 然后他竖起衣领 向远处走去 这成为了这部电影的 视觉的一个转折点 摄影机开始的说 街上的行人 有人找地方避雨 有人撑起雨伞 有人披上雨衣 没有准备的人 则将这个衣物顶到头上 这时候伊文斯也没有忘记 重复他的电影与会 大雨中的河面 马路上的积水 屋檐下的排水管 因为大雨的到来 反而改变了他们的形态和质感 支撑这部电影的 几乎都是这些细节 从影片开始到影片的结束 大雨作为改变城市氛围的 外来元素 在伊文斯的镜头下 就好像成了控制城市 视觉风格的画家或者导演 从风和日历的常态 到大雨降临的非常态 与改变着城市的视觉风格 并让这种风格逐渐抽象化 摄影机从有轨电车的车窗 向外拍摄 模糊的街道 像是经过了模糊化处理 清晰具体的世界 变成了抽象的景观 雨也调度了街上的行人 广场上几百把同时撑开的雨伞 在摄影机的注视下 有了陌生化的效果 如果不是一场雨 人们不会一起做一个相同的动作 这之后吸引我们的不是雨 是百人一起撑闪的动作 这种感觉 在这个爱森斯坦罢工中呢 也有这种感觉 当警察为了镇压罢工的人群 开始用高压水枪喷射群众时 喷射出去的水流 改变了人们的面部表情 高压水枪制造了人物面部的特殊表情 雨来的时候 人们总是慌乱的 匆忙中的时间好像是压缩的 我们在慌乱中也不可能关注到如此之多的细节 伊文斯用拍摄四个月积累起来的素材 为观众梳理和建构了一场雨的清晰的时间进程 他缜密的为我们在荧幕上重新编织了雨的内在结构 这是一场伊文斯调度而来的春雨 蒙太奇的方法在这部影片中 首先显示出的是组织镜头语言的能力 也就是将大量的视觉词汇组织起来的工作 之后使蒙太奇作为一种结构方法 编织属于电影的主观时间 用不同的镜头组合 将现实时间延长或者省略 从而让观众洞悉事物的内在秩序 影片的最后一个部分 天空逐渐放晴 大雨回到了稀稀粒粒的小雨 雨滴打着马路 水面 井盖 汽油桶 细腻的特写镜头 好像能让观众听到雨滴的声音 这些特写又是相当微观的观察 桥栏杆和人行道栏杆上悬挂的雨滴 马路上的积水变成了仿观镜 倒映着行走的路人 阿姆斯特丹又恢复了雨前的祥和平静 伊文士的这部影片呈现出了罕见的优雅 摄影机对一场雨的描述 为我们带来了具有韵律的抽象美观 导演没有提供观众可以追随的故事 激烈的事件和一以贯之的人物 他用高超的蒙太奇语言以风雨云为角色 仅仅是为我们经历了一场雨 在这一场荧幕之雨中让我们经历了诗意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 一部电影可以像唐诗一样 是可以脱离叙事和戏剧而存在的 就像《千三鸟飞绝》《万镜人尊灭》的诗句一样 单重描述景物也可以构筑一部完整的电影 只不过文学是用文字 电影是用镜头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明白人们常说的一句话 电影是一种语言 我愿意把这种电影称之为原电影 可以说是电影最初的形态 也可以称之为最本质的形态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 电影首先是一种捕捉现实的方法 而不是再造现实的方法 与之相反 电影同时也是重新结构世界的方法 这让电影同时呈现两种现实 物质的和精神的 拍完《雨之》后 伊文斯导演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 开始出现在世界上各个火热的事件现场 他拍摄了反映西班牙内战的西班牙土地 反映中国抗战的四万万人民 因东欧国家邀请拍摄了最初的年代 这些作品介入到了世界的热点地区和热点事件中 但我最难忘的还是阿姆斯特丹的那场春雨 诗意脱俗 超凡地表现了人类的生存自觉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 在下一集 我们将同大家回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回到电影的纯真年代 聊聊末片时期的电影实验 聊聊先锋电影 我是贾张科 我们下集见